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苦短 浮生若梦 而爱或许就是在冷暖交织的人世间 多了一份牵挂 多了一份惦念 纯美的爱情不一定会结出美丽的果实 但其中的体验一定会是一个人一生的难忘 女人面对喜欢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羞难 甚至有些紧张 但她会攒足了劲 把她的一切美好都展现给你 不管她在别人面前是如何 她都会希望在你眼里她是美美的 是有女人味的 是温柔体贴的 所以一旦你感觉到你对她有一种熟悉 且陌生的一样感觉时 当你抬头看向她时 她总是眼中对你透出无限的温柔和包容时 当你觉得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种温暖和安心时 很可能你已经被她吸引了 而她正在对你表达着 我看上你了的深深情意 女人一旦喜欢上一个人 不管她心里再翻江倒海 她还是会小心翼翼地靠近你 她会稍稍有一点小心机 她也不会掩饰自己的心意 她会让你察觉出她的绵绵情意 也会让你感受到她的忽远忽近 只因为她早就对你有意思 对你动了心 但还是会有一点自尊在心 所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语言最直白的也最打动人心 大多数人都说女人是听觉动物 可男人又何尝不是呢 女人对自己心仪的人 讲话和别人是不同的 只因为她会心里有顾忌 所以她怕会影响了自己 在你心中的形象 她会对你很坦诚 会渴望你们能走得近一点 所以当一个女人 如此对你讲话时 她的异样就是在向你表白 我对你有意思 有的女人生来脾气性格 就是如男孩子般大大咧咧 从来都是不管不顾 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哪怕是穿衣打扮 也会往中性风格里凑 但是当她遇到了 自己喜欢的人后 她却会把从前没穿过的裙子 也从香底里翻了出来 认真化妆 人也变得女人为了许多 就如余生请多指教理 领知孝刚出场的时候 在酒吧里和朋友们举杯好饮 大大咧咧的样子很是可爱 可后来她心里渐渐有了顾位 男人的一句 你就是个小孩子 就让她穿上了 从未穿过的高跟鞋 套上了从未穿过的路肩裙子 可见女人一旦心里有了一个人 她是渴望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的 就好像被打通了人都二脉 她以前从未有过的温柔 从心底里迸发了出来 正如一句话 你是我乍减之欢 你是我眼神所向 你是我温柔归宿 你是我嘴角上扬的理由 或许她对别人说话的时候 会声音高扛 一扬蹬错 甚至还会因为点小问题 就和他人辩论一番 然而一遇到你 她就变成了顺从的小猫 因为在她心底里 爱一个人就是给她温柔 给她温度 把自己的女神味展现给她 二 对别人说话大大方方 对你却很羞涩 其实女人的心思看起来很难猜 但不经意间你就可以看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看到她羞涩扭捏的神情 你就可以感知到她内心的紧张不安 其实很多女人 她是难掩自己真实的心态的 就好比她对别人说话时 会大大方方满脸微笑 但是当和你说话时 却有一点难为情 甚至脸颊还会红扑扑的 声音会有一丝柔软 因为心动所以情动 爱意虽然没有表白 却字句间都透露出 她看上了你的心思 欢乐送礼 关娟儿在父母的安排下 餐桌上的相亲 她没有表现得很紧张 而是大大方方的 和对方用英语了解了想法 可见她确实对这个男生没有相中 而之后她偷偷恋上了赵医生 她性格里的高傲 却妹妹在她面前变成了很羞涩 甚至有点不善言辞和自卑感 可见女人若对一个人心动了 她的所有内心波动 都会透过她的表达传达出来 她对别人的落落大方 在喜欢的人面前变成了丝毫 施展不开 因为喜欢 所以才会看到那人的时候 内心波动 才会说话的时候 有许多弯弯绕绕 担心自己表现不佳 担心自己会说错话 所以会变得犹豫 变得不安 三 对别人说话真真假假 对你却很真诚 都说女神是最善于掩饰的动物 确实如此 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 她对你的话语里 到底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但是当她对一个人动了心之后 她就会变了一个人 因为她希望对方能够感受到她的真诚 能够透过她的外表 看到她有趣的灵魂 真诚不仅代表她对你认真 也代表她对你尊重 因为爱 所以才会渴望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认真地对待彼此 能够真诚地尊重彼此 所以她或许会和别人 打打闹闹 说说笑笑 是个说谎经 但一跟你聊起天来 就瞬间变了另外一个人 让你都不由地紧张起来 即便她平时是个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但在你跟前 却从不会牙尖嘴利 而是很温柔 有思想 有想法 对别人的表面上不屑一顾 在你面前也变成了 想要和你成为墨逆之将 其实女人表达爱意很简单 就是对你和对他人会双标 不管是行动上 还是预言上 她心里有了你 她不再是那么难缠 那么爱惹麻烦 不再有冷讲 而会变得通情达理 变得清醒真实 都说女人心还得真 但人的表达通常最能代表一个人的情绪 女人若对一个人没意思 通常她会毫不在意自己说了什么 甚至会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当她心里有了你 她就会绷不住自己的心思 对你温柔 对你羞涩 对你紧张 对你真愁 人对待感情的时候 都是会小心翼翼 也是很脆弱的 越是喜欢 越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越是心动 越不敢是小性子 越是友情 越是担心 一句话说错了 再也受不回 总之 她会担心自己说出的话 会让你误会了她的意思 也会多想 万一说出口的不是你所想的 会让你们之间 以后没有了继续聊天的可能 她会渴望能够成为你眼里的太阳 随时随地都散发着光芒 也会希望做你夜晚的月光 照亮你脚下的路 用她的温柔打动你的心 所以 若你身边有一个女神 如此向你暗戳戳地表达了爱意 若你也对她有意思 千万别错过 开启幸福之路 从你们之间互相表达爱意为开始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